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近30分钟的爆炸 引发的红白色的闪光 其实以色列这样子对黎巴嫩 进行地面行动的袭击 直接是针对了真主党150多个据点 他们的第98师还有第36师的部队 一直在黎巴嫩南部的村庄 寻找摧毁武器库还有隧道 竖井以及其他真主党基础建设的一些设施 所以就不断用这种轰炸袭击的方式 因此现在黎巴嫩真的可以说 每天都是可以看到这样的爆炸 闪光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平静 还有北部一处的乙军的基地 是因为黎巴嫩他们也进行一个反击 他们使用无人机来空袭了 以色列北部海法市以南的一处 以色列的基地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战火并没有因此降温 那再来加萨这里 其实乙军向加萨北部 绝大部分的地区已经发出了撤离令 他说什么呢 他说又有一个战争的新阶段 所以他一方面往下 就是往这个加萨这边的北部 就说有一个新阶段正在进行 一方面往上 就是根据黎巴嫩的南部 在发动这样子的一个袭击 然后地面部队进去 他在这个等于说南北方向 在拓展他这个 以色列的这个领土范围 那还有呢 他们也对这个加萨清真寺 进行一些袭击 你看他那都不管了 像对于庙宇啊 医院啊 学校啊 这些我们在战争当中 不可以去攻击的一些 这种建筑跟设施 他是照样攻击 所以酿成了一些死伤 那他们这样子发动了 他们就其实说 靠近加萨走廊北部的这边 这边都发出了一些 这个防空警报 乙军也侦测到多枚的 这个火箭弹 就是从加萨北部地区 也在进行对于以色列的反击 那当然这一个不成比例 不论是加萨或是黎巴嫩的反击 对于以色列来说 都是不成比例的 那至于伊朗呢 伊朗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匿名的军事官员讲了 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准备回应 这个以色列平民 以及以色列的遭遇 要用前所未有的这个方式 来进行对于伊朗的重大报复 以色列媒体也在讲说 他们现在正在准备 这个军事报复 都还在准备当中 那这个我们看加兰特 他讲说伤害以色列的下场 就会像黎巴嫩跟加萨一般 所以他们现在正在酝酿 所以他这个杀红眼的状况 现在是七路攻击 甚至是纳坦雅胡在讲说 我们就是七路攻击 已经大开杀戒 这个中东大战可以说 被以色列到处这样子开战线 真的已经算是已经展开了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 看不惯以色列的做法 遍地开花 我们用一个世界地图来看 在欧洲这边 德国 法国 西班牙 意大利 还有南非 菲律宾 澳洲 墨西哥 甚至是美国纽约 都在处处开花 遍地开花 在抗议以色列 因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他们就其实 在去年10月7号突袭了以色列 以军就展开了暴富 现在就等于说 已经到了这个一周年了 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 声援巴勒斯坦平民的一些 反战示威 在英国伦多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画面 就已经有很多的民众上街头 在高喊 就是停止轰炸平民 就是挺巴勒斯坦的一些 无辜的平民老板性 因为他们真的这一年来 就像活在炼狱一般 在意大利罗马 也是爆发了警民冲突 因为很多支持巴勒斯坦的一些 意大利人也是站上街头 在呐喊他们的诉求 希望能够听到这个 以色列能够停火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但是问题是 恐怕这世界各地的一些怒火 以色列听不进去 那就连这个美国纽约 同样也是 现在目前也在爆发一些相关的冲突 美国纽约他们这个时报广场上头 有抗议者戴着这个黑白色的头巾 高喊着加萨 黎巴嫩 你们将会奋起 人民与你们同在 而且还举着一些横幅 要求对于以色列武器禁运 因为最重要就是 你美国一直在后面支持着 你要以色列怎么停战呢 那还有包含了德国柏林 波兰 其实大家都已经受不了了 已经看不下去以色列这个做法 更不要说 以色列他自己 国内都已经有非常大的反弹声音 我们也来看一下 以色列的民众也都是愤怒的走上街头 要求就是 要赶紧跟哈马斯达成协议 他们在他们的特拉维夫 爆发了这样抗议的活动 那数千名的民众走上街头 抗议现在 纳坦雅胡一直在处处倚战 希望以色列政府赶快跟哈马斯 达成停火协议 速成被扣押的人职能够赶紧获救 而且不要再继续到处开战线 以色列自己也受不了了 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 没有 不是以色列自己也受不了 那顶多只有100万人 以色列有900万人 以色列百分之70是鹰派 所以你不要被街头的群众迷惑了 但还是有这声音 没有用 你没有军事力量就是没有用 我跟你讲 现在在赌的就是 以色列认为美国在大选 一个月就要投票 所以美国 他吃地你一定要挺他 所以以色列的鹰派 目前是希望把战争扩大 扩大到美国被卷入 那是最好 因为我认为美国已经默许 他打黎巴嫩了 至少可以打黎南 我认为这个已经默许了 那伊朗的部分 拜登是怕有变数 所以说核设施你不可以打 可是油设施可不可以打 不知道 因为现在油价涨到78 可能还占往上 那拜登是怕 最后一个月万一hold不住 那通胀来了怎么办 那贺锦丽怎么办 拜登只有在想这个 所以我认为是 我们这个叫十月旌旗 那两边在博弈 结果以色列就吃地你 你十月非支持我不可 因为共和党也是支持以色列 所以十月刚好是 以色列鹰派的最好机会 所以他趁势 要把战争打到最大 包括打伊朗 那如果伊朗真的又做回击 我认为美国非跳进来不可 你去看美国实际上 在做什么动作 两艘航母过来 然后中东地区 64个美军基地全部动员 然后还加派3000个陆战队过去 他现在在那边集结了兵力 超过5万人 美国 那你这种动作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准备战争 你只是说不一定要打 可是万一以色列真的干 然后让伊朗介入 我认为美军就是要介入 所以我觉得 这个才是真正的局 至于欧洲有人示威 这有什么稀奇呢 比如说这里面最关键的是英国 因为暴风炎 那个Storm Cloud 那个导弹就是英国提供的 所以英国群众赶快去跟那个 Skamer 要求他不要提供 就是你那个示威要 作用在要害上 比如说马克宏就直接讲 他主张不要再提供以色列武器 其他那些国家都是多的 他们根本没有给以色列武器 所以意大利德国在那边游行 有什么用 一点用处都没有 只有英国是有用的 因为英国真的提供了 那个暴风之影那个导弹 那英国就不要提供 所以我认为这一局 我认为示威 联合国抗议 各国制裁都没有用 因为以色列认为就是一个月 我这一个月要把局搞定 就是既定现事实 那既定现事实之后再来谈 就是以色列先不管国际舆论 我不管 他不会管 没有人可以拉得住他了 不因为在现场有出兵能力的 我们讲坦白说 除了美国之外 有出兵能力的只有俄罗斯 还有伊朗 俄罗斯也不动 因为俄罗斯跟犹太人关系也不错 好 来请教介老师 其实以色列现在在战场上 用的最厉害武器都是美国提供的 最重要的是那个钻地弹 钻地弹都是美国拿手的 一下去可以钻到30公尺 所以他现在打这些贝鲁特 也是这一类的炸弹 因为他认为这都是他的情报收集以后 认为这都是属于真主岛的相关的阵地 所以他打了这个 打了已经打了 连续打了一两个礼拜 那都在打贝鲁特 那基本上都在 他的战略目标 战术目标就是消灭 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据点 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这些据点都不是军事基地 也不是像伊朗打的 什么以色列北部一个空军基地 那个附近居地里面没有平民 那这个真主党的这些被以色列认定的基地 都在住在区里面 所以他这个飞弹打进去的话 都是怎么样 都是打死的 也不晓得是真主党 还是不是真主党 那很多都是 确定不是真主党的 是儿童吧 对 儿童你不能说他的真主党 所以基本上他的打法 就跟在打加剎主党一样 那就是说无差别的攻击 所以你看在英国的这个群众 示威群众他用的是什么 他用的是genoside genoside就是种族灭绝 也就是他根本就不是跟你区分 什么战斗人员跟平民的 他本来就是连平民一起杀的 你如果要屠杀平民的话 那你这就是属于 这下种族灭绝 所以这个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了 那地面部队现在也进去了 刚进去的时候 事实上的话 那个真主党也展现他的战力了 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资料 就是说以色列阵亡士兵九个人了 九个人了 所以对以色列来讲 他非常珍视他自己士兵的生命 所以现在很多地面的战争 地面部队他改在怎么样 夜间来进行 因为他的战争 他的部队有什么 有夜市的装备 所以他用他的装备的优势 打这样地面战争 可是基本上他也是很坚决的进去打了 那我今天上有听 这个美国一个媒体 一个说法 其实不只是一两个媒体这样讲 就是说其实内坦亚胡 执意打这场战争 那么美国有一部分人认为是 他基本上就是在帮助川普 他这一场战争把他打大了 然后基本上是让谁比较难过 让现在的执政的拜登 所以这个对拜登是很不利的 所以拜登一直基本上 也在跟这个 他在这个黎巴嫩战争之间 他一直是怎么样 他一直是保持一个保留的态度 可是基本上他又不能不支持以色列 因为拜登在记者会里面 人家就说 你限制以色列这个不能打 那个不能打的话 那你到底对以色列 他有什么 拜登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世界上 没有比我更支持以色列的 所有以色列今天在这些中东地区 这些留下的冤魂 造成的这些百姓的伤亡 拜登是不是要负一部分责任 好 来请教赖老师 现在在以色列 它是10月7号的上午10点 那在之前上个礼拜 周末的时候 我想很多的媒体都说 10月7号会有大事发生 因为10月1号的时候 伊朗打了这个以色列的 两个空军的军事基地 然后以色列就扬言 说你伊朗你要倒大美了 你犯了大错 那他将会对于伊朗实施 史无前例的报复行动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欧美的媒体就一直说 就是定在10月7号 因为10月7号去年的今天 就是在以色列发生悲剧的那一天 那个是悲剧 在当时以色列完全有权力 有合法性 有正当性 对于哈马斯进行报复行动 但是经过这一年以来 不成比例的报复行动 还有就是无止境的杀戮 还有就是对平民百姓的无差别 杀了4万多人以后 以色列成为全世界的公愤 全世界几乎所有的 有良心的人 都对以色列表达愤怒 不管在欧洲 在美国 绝大部分的年轻人 对以色列表达相当大的愤怒 除了台湾的绿营们的以外 绝大部分都受不了 以色列人对于这些无辜百姓 4万多的劳弱富足 这样的一个杀害 好 伊朗它有正当性 有合法性 对于以色列的军事基地 两个空军基地 一个摩萨德的基地 进行反击 以色列就扬眼一定要反击 所以大家都说10月7号 那今天已经是早上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会不会发生 我的估计 以色列他的工具不多 手段不多 他陷入两难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办法 对伊朗进行 对加沙地区所做的事 所以以色列的国防部部长 讲大话 讲谎话 讲了他做不到的话 为什么 以色列攻打加沙的时候 是地面部队进去才有效 但是以色列无法 把他的地面部队派进伊朗 如果他派进伊朗 那么几乎可能会全军覆没 所以对以色列来讲 他对于伊朗唯一能做的 就是用导弹的方式来攻击 导弹的方式来攻击 他要经过里巴勒 要不就经过叙利亚 要不就经过伊拉克 要不就要经过约旦了 约旦的中立地位 就会受到质疑 要不就经过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怎么可能 让他领空 让他的空间 让以色列导弹穿越过去 所以他势必 一旦发射导弹以后 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 但是问题是导弹的攻击 不会让伊朗 就此以后就瓦解 就屈服 伊朗也会反击过来 如果以色列对于伊朗的 核目标 核设施 或是石油生产基地 进行攻击 伊朗就有正当性 合法性 对于以色列的炼油厂 这些基础设施 发电站 甚至大规模的人的居住的地方 来进行大规模的攻击 这个时候导弹的误差度 就不是10公分 不是1米的误差度了 因为原本在你要炸一个空军基地 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的精准度要很高 可是你炸一个炼油厂 一个石油的储存槽 天然气的储存槽 它的精度不用那么高 那很有可能会造成一片的火海 所以我个人觉得 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 他虽然讲的声音很大 但是他能够选择的空间很有限 这就是他面临的一个 两难的一个处境 很有可能以色列他最终 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提出一个条件了 说你如果不打或是少打 我就给你一些东西 送你一些东西 那这样来做交换 所以我们看到 以色列今天会不会打 一开打 中东的战火就爆开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忙回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